淡水國小美術班老師這次特別與淡水漁會合作 從山上到海邊所捡來許多大大小小的石頭 進行石雕創作 透過石座美術班的學生要做出自己想像中的石頭公共藝術 而未來將會透過漁會在漁人碼頭展出 為了要讓孩子更加認識自己的家鄉 淡水國小美術班老師這一次特別與淡水漁會合作 從山上到海邊所捡來許多大大小小的石頭 要來進行石雕創作 在今年10月更邀請到國內知名公共藝術家林順榮老師 來教孩子認識公共藝術 而現在透過石座這一群美術班的學生 要做出自己想像中的石頭公共藝術 而未來將會透過漁會在漁人碼頭展出 我們找到各式各樣大小不同形狀 顏色 然後透過這樣我們找石雕老師來 我們也找了這隻花博飄落的種子的創作者林順榮老師 來我們講解公共藝術 讓孩子知道說作品裡面可以到 回到大自然跟大自然有一些呼應 讓孩子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他可以去探索造型 探索動態 然後也可以很快的擁有一些成就感 然後最後再加上彩繪 讓他們賦予他更多的色彩感覺 跟形狀的一個想像 美術班89位3-6年級的孩子將利用 從淡水隨處能夠識獲的各式大小石頭 透過腦力激盪將看似沒有生命力的原石 透過與淡水生活文化美食生態在地人文的結合 運用彩繪與雕塑的技法 來創作許多屬於 專屬淡水河港的集體戶外雕塑作品 讓孩子們認識公共藝術以及藝術作品 與環境間的連結思考 這是一隻螃蟹 用鋼絲還有石頭 去彩繪出來的 一隻準備要跳躍 就是要飛起來的一隻海豚 然後當就是 那個時候老師就說這個裝不了洞 但是然後老師建議我可以黏在這個上面 然後剛好那個姿勢剛好很像跳躍 然後成為未來我們 即將裝置在漁會的漁人碼頭 我們會找到一個適當的地點 把他們集體創作88個孩子的作品 把它組裝在一起 成為一個永久的創作藝術品 學生用顏料將石頭畫上 許多繽紛的色彩 另外在石頭上面鑽洞的過程 就交給專業工具的老師來幫忙 學生呈現許多海洋當中的生物 結合廢棄的金屬螺絲帽等小小零件 創作成為公共藝術 將過去這兩個月 從上課學習到實際動手創作 孩子們不只是可以有成就感 也讓他們的作品在漁人碼頭展出 讓大家看到學生眼中的石頭 是如何變出不一樣的姿態 記者許多安一 電視采放報導